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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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后里花农怎么样让日本人捧着钞票来买文心兰呢 答案是台湾的文心兰就是品质有保证 后里花农从日本冲绳岛引进新品种 从高床栽培防虫防灾到采收运送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品质管制 如果花比较多就比较便宜啊花扫就比较价钱就比较好啊 风胎来就是这样啊那个网子会破掉啦这个花会烂掉会扫掉 然后打掉鸟也会吃啦那个破掉就会跑进来啊这个花包不能少啊最勉强就是餐科啊本来这次是A级的呢这次很漂亮啊可惜就是没有花包啊 采收下来的文心兰由花农亲自押送运到中台湾农产物流中心 花农小心翼翼的把鲜花从摄氏30度的户外搬到20度左右恒温控制的鲜花处理场 眼看着自己的花即将远渡日本变成新台币花农再辛苦也值得 每天看花啊心情很好啊很快乐啊不会辛苦啦 真是要有钱啊 ыеые 你每天到早就出门啊追到了过去晾董花弄到疯五歪 那钱越多上就更快乐了 清典后的文心兰要先逐 privilege 铺牌上架 然后再推到吱葬室里面去进行除丛保鲜处理 处理过后的文心兰才能够分级包装 要运销出口到日本的文心兰共分成3个等级 A级要90公分长 花枝分岔7个以上 B级5到6个分岔 C级则是3或4个分岔 分岔太少长度不够 花梗弯曲 花苞稀疏 有脱落或有虫害 统统都是规格不符 必须要替退给农民 要出口的文心兰每十只一束 分级放在输送袋上 由作业人员依序裁切花梗 一把一把套上绣带 然后一根一根套上装有营养液的保鲜管 在分级装箱捆包之后 会被送入摄氏十度的储堂室 再转达低温货轮到日本 后里生产的文心兰 就是在这么严苛的产销品质管制之下 才能够保住日本第一的宝座 配我们台湾赚进大笔的外汇 像我们一支 不去日本的市场 你能够出货价值多少 我们是因为我们都是在日本 在日本的市场打不出货 所以它的山流可以让台湾的供应量 去划定价格 是喔 一般的平均价格 平均 平均大概能买到 到我们的手的大概十五块左右 连平均 一支就十五块的价格就留了 对 平均 买到日本辆多少 日本的辆多少 一天还是一禮拜什么 一禮拜来说 我们大山的时候 一禮拜才能出四个货价格 一个礼拜四个货价格 四个货价格最高 一个货价格有几枝花 大概六万块 六万枝花 四个货价格对不对 对 一个货价格六万枝 一支十五块钱 就九十万了 对 如果四个货价格就三百六十万了 所以两岁的时候是没那么多货价 两岁会比较稍格 红班长驾价格 他贪价格太多钱 不过真的不简单 因为除了货柜之外 要时间嘛对不对 船船是座船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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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十一天左右 跟人一样 去日本也要通关 让人减减减对不对 植物还要 植物还要检疫对不对 还要检疫对 确实 这样不容易 一枝花要保存最后一星期的时间 对 一定要有 人家买的时候 一星期炒的 行送的时间 确实 一枝花 从头到尾可以董多久 从头到尾 到人家看得到 人家起来一定有七天 所以我们中央的保鲜 一定要做得很好 哇 差不多半个月大大了 有啦 你有信心继续担下去 维持日本第一 台湾第一吗 应该在台湾这么大的农民 都这么多农民 应该是没问题的 是啦 看你说我这么实在 真的对你有信心就对了 好啦 不过呢 其实台湾不只文新兰在日本是第一 另外火鹤花 也是台湾花会在日本市场的第一名 打败了摩里西斯 打败了夏威夷 本来现在是独占凹头的对 到底怎么做到的 它又在哪里 说一个臂臂给你知道 马氏同样在我们厚里 对吧 对 不只文新兰 火鹤也是第一名 在哪里 先卖个关子 等下再带你们过去 真的假的 你坐下来 逼我看 在头前才 对 刚才要怎么走 在这里过去 一段就够了 好 你带我来去 好 我们前往另外一个开心农场 因为我们现在在日本市有80%以上 就是我们台湾的火鹤花 都在你的就对 没有没有 我们厚里只有有占25%的 差不多有每年一宗 销量有250万只 我们下期见 臺灣農民你好看保護你 這個好理的朋友也好看保護我們 他跟我們說好理有一個地方 開心農場多開心 讓日本人願意掏錢出來 很開心的掏錢 買臺灣的火荷花 讓臺灣的農民也很開心 所以這個開心農場在哪裡 他跟我們說 就在兩棵大榮樹 土地公廟到外國就到了 看起來就這裡 應該就在這裡 要來看這個開心農場 種出的火荷花 品質多好 讓我們臺灣的農民多賺錢 來去看看 帶著氣氛好奇 三分懷疑 這座小組急著 往火荷花園裡闖 結果在門口 就被老闆給一把攔住 因為老闆怕我們把細菌 給帶到農場裡了 特色的鞋套因為有這個冰菌的問題 不能直接進去 不能直接進去 要套一個鞋套才可以進去 好像我們去醫院有沒有 看嬰兒的時候 看白人的時候 我們就要這個 防護措施做好事 不會感染到 這個每一顆火荷也很像是 小嬰兒小baby一樣 都像嬰兒一樣在照顧牠 對…好… 我們趕緊穿來日皮好不好 好… 來… 這樣穿就可以? 對… 是… 好… 這樣腳也不會垃圾 對… 也不會傳染病菌就對了 對… 還不錯喔 老闆你不用穿嗎 因為我們裡面穿這個 我們是那個拖鞋 所以我們這個都有消毒怪 對… 讓我這樣擦別帶預料喔 好… 好啦我相信你走 這樣可以去走嗎 好… 李辣哥 這一望無際的火荷花田 都種你的喔 是 這有多大嗎 這兩家庭 兩家庭 對… 等一下… 火荷公主 等一下喔 這都只要送去哪裡嗎 這要在裡面包裝的 這要包裝的喔 要買去市場就對了 是… 來燒還是外燒的 外燒 這樣喔 這有分好嗎 這已經分等級了 分大小豆都分出來了 用大小類來分就對了 這樣一斤差不多會有多少 平均是十塊 你看 差很多耶 這個是小的 小的 這個是大的有嗎 大小類差這麼多 對 對啊 這是來燒的 這是外燒的 對 都有 內外燒都有 都有嗎 對… 我們一斤差不多多少 對… 這種的尺寸才有15塊左右 15塊 這個呢 這個喔 這個才有8塊 8塊炒一半 大小和炒這麼多 價錢也有炒就對了 對… 是說奇怪 灰霸霸種的 火荷人說跟南洋 比較有關係 對不對 熱帶國家 為什麼你們在後裏 想要做火荷花 因為後裏 我們就是日夜溫差比較大 我們的夜溫 有漏洋漏洋 所以說我們前來會比較適合 是這樣喔 對 你研究的 種火荷花強適合就對了 對… 好漂亮喔 比… 欸 難怪耶 你們這個模擬石師也跟他們打敗 對 夏威也跟打敗 聽說的人都很聰明就對了 對… 你把他們的錢都賺掉了 對… 因為我們現在占有80%以上 就是都在台灣的火荷花業 農理的就對了 沒有… 我們後裏又有占25%了 對… 差不多有每年一中 銷量有250萬職 是喔… 出那75%了 其他… 其他… 那個… 我們台灣各產地 喔… 那你一個人就占25%了 沒有… 我們後裏地區 我們後裏地區 後裏地區又以你最多了對不對 對… 中了16年火荷的李老闆 過去曾經身陷病蟲害 跟產銷失衡的困境 差一點做不下去 後來在農政單位的協助之下 重新整合花農 才替火荷找到出路 目前日本市場有八成的火荷 來自台灣 台灣採收的火荷 要先經過花瓣的清潔處理 然後依照花瓣大小分級包裝 空運到日本 台灣已經超越了 摩里希斯跟夏威夷 成為日本第一大的火荷花進口國 蕭網日本的火荷有上百種顏色 很多顏色是一般人很少看到的 怎麼看可以買還是不可以買 因為每一斤火 它的成熟剛才買不太一樣 一斤的八分熟我就買了 怎麼看這八分熟 要看哪裡 鼻子 鼻子喔 這鼻子喔 對 怎麼好這八分熟 大概 綠色唇兩分而已好這八分熟 對 大概 對 看它整隻 像這支 這個就太多了 這個都是黃色 都是綠色 這樣就是還不熟 這裡白色差不多有八分 這樣才可以買就對了 對 原來是從這個鼻子看得出來 對 讓它在 有時候 不一定要看鼻 我們要看很多狀況 對 鋼一部骨 這是鋼一部骨 像這支如果比這支要熟 對 對 而且你看這個顏色 這個更黑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越成熟會越黑就對了 對 它也可以變深 對 你把鼻子都說出來耶 沒關係 好 不會讓老闆嗎 不會 不會啦 所以不是用剪的喔 是用手套就可以嗎 對 我今天那個聲音很清脆耶 我可以頒這支嗎 可以 可以吧 可以 可以 我可以頒這支 要丟來 對 來 好清脆的一個聲音耶 對 這樣有算完整嗎 有啊 這樣有嗎 這樣有夾雞嗎 對 不錯 不錯 這個工作還滿浪漫的耶 可以每天來摘花 不錯 這裡是讓台灣火鶴賺錢的秘密基地 工作人員正在做組織培養 每一個小小的瓶子裡 都有幾十種火鶴的幼苗 這裡是無訓培養的環境 連操作台使用的用具都要先經過高溫殺菌才可以接觸火鶴 台灣的火鶴已經能夠自行研發品種 所以平苗也開始外敲 靠濕度成長的火鶴 苗圃溫度維持在攝氏二十六度左右 大一點的在定時道插花海綿裡 最後再用椰子殼分出種到花盆裡面 一般民眾也很容易栽種 有信心才有希望 稍後就要繼續來一個有希望的地方 在雲林大皮鄉 在這裡台灣的代表花會蝴蝶蘭 怎麼樣為台灣農民帶來好康和希望 稍後台灣農民你 因為他剛認識的時候 他送我的不是玫瑰蛙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羊男 所以說會覺得好特殊好特殊 所以說就叫碗看看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認識了 還好沒有養死他 台灣農民力超級有魅力 魅力來自哪裡 就是台灣花會的品質 真的是世界一等一 剛才看到黃澄澄的文心蘭 還有火紅的火荷花 另外最有氣質的蘭花 也是台灣的代表花會 尤其是蝴蝶蘭 真的 宛如翩翩的蝴蝶一樣 飛進了中東的杜拜 還有義大利的花會市場 雲林縣大皮鄉的吉田花會合作社 工作人員正在整理即將出貨的蝴蝶蘭 這些蝴蝶蘭是要空運到中東 歐洲跟澳洲等地 盆花 切花 幼苗統統有 因為分散市場 所以這個中小型的蘭園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業績還是逆時成長 因為現在單打獨肉的那個時代 已經過去了嘛 所以我們就是結合大家的力量 負責育種 或是說蘭苗的栽培 還是說負責行銷 大家結合在一起 然後就是有辦法創造我們的利潤 這裡是台灣少見的蝴蝶蘭專業合作社 業者整合了上中下游的花農 所以能夠降低成本 小兵力大工 讓花農開心賺錢 不過賺錢的關鍵 還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 讓極田的花田平添了美式益裝 我們有12個心心障礙者有這個工作 當然非常感謝陳董 願意在企業有成功以後 願意對地方的公益做一個回饋 農場其實不只是賺錢尋開心 用愛心經營的農場 更會讓花田更有人行為 在花花事業當中 我們體會到了台灣的驕傲 也拜訪幾位外銷的台灣英雄 不過提醒國內的朋友 你也要多多買花 多多消費 接著要拜訪這對夫婦很不容易 他們因為花而結緣 因為花 他們開創了台灣第一個鮮花大賣場 他們把溫室變成了花室 變成了門室 進到他們的門室溫室 感覺好像是體會了他們的幸福 買回他們的花 好像買回了一份開心 位於中部省道三峰路上的 這座鮮花大賣場 每天都有大批的遊客造訪 這裡什麼花都有 以蝴蝶藍最多 業者把溫室當門室 讓賞花買花多了知識 逛花室也變得更舒適 在台中開小吃店的黃女士 每兩個禮拜就會來這裡買花 回去裝點店面轉換心情 就是因為我們做小吃的 店裡都擺一些綠色植物 感覺比較有朝氣一點 所以我就會不定時來這邊換花 就是把卸掉的花再換過新的花 個人是覺得啦 有花就會比較有朝氣 比較有生氣 不會死氣沈沈的 所以我都習慣擺上一盆 你就會心情很好啊 第一眼看到這裡 就覺得這裡很特別 就會進來逛 結果一進來逛這裡就喜歡上這裡 它品種又很多 不是都是布地一些的花 市面上比較早的 這邊比較常見的 因為我沒有發現其他的地方 讓客人買花變成幸福享受的 背後推手 是林江凱 宋彩蓮夫婦 他們原本在苗栗濁蘭種花 花埔因為九二一地震被毀 所以搬到這裡令起胡燥 林江凱會把花當事業 是因為有朋友送他一盆石壺蘭 小時候看到隔壁 他有種石壺蘭 種在陽台 他有送我一顆小苗 我是從那一顆 拿回家種在陽台 也是跟他一樣 這樣子一直種 種到現在 老闆跟老闆娘結緣 原地一生的信物 居然也是花 啊什麼花呢 就是當年最火紅的這種 卡多利亞加德利亞蘭 因為他剛認識的時候 他送我的不是玫瑰花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陽蘭 所以說就覺得好特殊好特殊 所以說就比較晚看看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認識了 因為那時候一二十年前早期 加德利亞蘭比較流行 那時候的胡蝦蘭沒有那麼流行 所以屋頂都是種加德利亞 好照顧嗎 好照顧 加德利亞比較好照顧 他如果養死了 大概你這個婚姻也就沒有 還好 還好 還好沒有養死他 意外闖入花花世界的 林江凱夫婦 鼓勵大家用各種創意花繪 來豐富自己的生活空間 跟工作環境 美麗人生應該要有花香水 買一束鮮花 裝點環境 種一盆鮮花 美化空間 都會讓生活的色彩更繽紛 花是世界共同的語言 台灣花繪能夠飄洋過海 在國外綻放美麗的色彩 就是因為送花 養花 插花 種花 可以改變心情的磁場 還可以活絡人際的關係 您有多久沒有買花了呢 不妨到花室或花店去搜走 你的心情肯定會大不同 今天台灣農民力為您介紹的 花花世界你還喜歡嗎 不要忘記哦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華視頻道上午11點半 繼續收看台灣農民力 再會 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